欢迎大家收看许英雄瑞士英雄鸭,我是得发声的KHR 今天我们介绍的角色是Obonno,是用忍述的 首先它有什么特色呢?它是一个中距离型的攻击角色 它是一个有陷阱设置效果的角色 使用难道来说是正常,不算太容易用 强项是一个中距离的威卡 因为它自己本身很多攻击都集中在中距离 而且又有陷阱设置 让对手不敢停在中距离跟他打 约翰方面,因为他的攻击距离很狠狠 很容易被人猜到他下一步想做什么 特技方面,就是设置 部份的牌有一个设置效果 如果它是盖起来出的话 在他的手牌重置的过程里 就可以选择一张盖起来的设置牌 就发动他的效果,就像做一个陷阱 第一张牌就是钢尸 第二张牌是2-1-2-1 没有变成,就是3-4距离跟2-2攻击 有设置效果 第二张牌是影灵 第二幕是两距离跟2-1-2-1 设置效果就是 如果它盖起来出的话 就会有加1-1攻击 而来到深幕,它就加了对应不可的效能 令到这张卡更加难对应 然后就是有道 有道 第二幕是一张行动卡 可以选择一件事 要么是选择到櫻花水晶 加到对方的桩 或者在对方的桩 拿到櫻花水晶去器 最主要是用来改变距离 而去到深幕更加重要 因为它加了对应效果 令到可以作为防守的手段 接下来是隐步 第二幕是对应行动卡 有设置效果 接下来有两个行动可以让你任意次序使用 第一个是在自己的气 拉点凝花结晶去到间距 第二个行动是 如果它使用概伏卡的状态下使用 它可以选择另一张有设置效果攻击的概伏卡 接下来可以发动效果 并且加上攻击对应不可的功能 而这两个行动可以按自己的气候次序使用 而来到深幕 它是一张普通的行动卡 也有设置效果 但这个行动就变成为 在间距和这个区之间 可以移动一粒樱花结晶 即是它可以向前或向后移动 如果它是以概伏卡使用 它就可以选择另一张概伏设置卡使用 所以跟第二幕不同的地方 就不一定是攻击卡 也不会增加对应不可的效果 接下来这张斬击链舞 在第二幕内 这张全力攻击牌 就打3-2 如果这张牌是盖上的 你可以选择当它做一张手牌 就是全力攻击牌 就打4-7 距离 3-1 本身这张牌 在第二幕内 就是捕捉 奥巴尔居自己 本身没有一个 远距攻击的缺陷 去做一个平衡 但来到深幕 这张牌就完全不同了 首先它仍然维持着 全力攻击3-2 打2-4 距离 但它的效能 就不是刚才那 就转了做什么呢 如果这个回合里面 对方的装是受损害 这张牌就会 攻击力1-1 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 这张全力牌 如果要做到这个效果 必先要有一样东西 在回合里面 令到对方的装损害 最直接去想 就是设置 设置在手牌重置阶段 就会打对方一下 如果对方选择用装来扣 这张牌就会发动到效果 真正好没有用 真的要真正打下去才知道 但就很明显一个很不同的转变 接下来这张分身術 就经常会用 就是一张全力行动牌 就是把一张盖上的卡 不是全力 亦不是赴予卡 就发动两次 而来到深幕 除了发动两次之外 如果它是攻击卡 就会额外加多一个应对不可的效能 给它 接下来这张卡 就是身体活性 就是一张两弹的赴予卡 它破气时 就可以把一张王牌卡 重置 之后就可以再次使用 但来到深幕 它就变成四弹 就是一个明显的下修 但它就加了一个设置的效果 来到王牌方面 红戒也是阿波族的其中一个特色 就是一张全力的攻击牌 用三气打2-1 跟着 根据你有几张盖上的牌 就发动多少次 3-4的2-1攻击 来到深幕 就变成四气才能用得到 但是攻击就变成2-2 在破坏力上高 就增加了很多 而且因为这张牌 它是根据你盖多少张去做的 所以其实某程度上 如果你盖牌的数目 是有那么多 那它的破坏力是很厉害的 因为它现在每一次攻击都增加了一点 接着就到妖影 妖影本身就是一张行动的对应卡 用三气 就可以在自己的盖牌里 选一张非全力的卡 去使用 而去到深幕 没有变得 只不过说清楚 如果那张卡是一张攻击卡 那张攻击卡 就会变成一个应对不可的攻击牌 因为一个回合不可连续应对两次 这样 接着第三张就是这个虚鱼 虚鱼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本身就是一张三气的附与牌 就是五个转变 将所有有箭嘴的卡 的箭嘴符号 调转方向去发动 但始终箭嘴符号的卡 不算太过在游戏里面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张卡 过往都比较少用 而来到深幕 它就完全不同了 它就变成一张行动牌 四气 当发动了之后 每一次做手牌重置的时候 发动的设置卡 就由一张变成无限的 即使用几张都可以 那就真真正正带到 忍者设置的效能 因为如果你越多的设置牌 你开了一张卡 之后 你每一次手牌重置 对对方的攻击 和压力就会大很多 最后一张就是任文 本身第二幕就是灵气的行动牌 就在虚里面 将一个櫻花水晶 拉到自己的气 当自己没了气 这张牌就会重置 而来到深幕 它就有一个上修 它就由虚到拉 变成由对方的桩 某程度上加自己的同事 也减对方的桩 明显地就有一个上条 深幕的减评来说 奥巴尔的攻击力提升了 而车子的威力也提升了 使用的机会也多了 对对方的压力也会大了 但攻击距离狹窄的问题 就更加严重了 因为连手里剑那张牌 远距离攻击的效果也没有了 所以它就纯粹在2至4的距离 和对方周旋 一定要靠其他角色去补充 攻击距离狹窄的问题 希望今集帮得到你了解这个角色 下集再见 拜拜